奔跑吧正在惹播 本季节目在人缘上发生了很大变动 邓超和陈鹤两位搞笑担当退出了节目 代替他们加入的是综艺新人 看到新一季成员阵容后 节目也存在一些争议 但奔跑吧的表现却大大出乎大家的意料 自从开播以来 收视率就一直居高不下 稳稳占据收视第一的位置 第三期熬夜特辑节目的收视率更是达到了2.135 成为2019年首歌破2的综艺节目 本季奔跑吧能够取得这个成绩 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大家纷纷表示惊喜